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三角梅 这个花开的差不多了 一定要下手横一点给它修剪 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让它开第二波花 虽然说这个时候这种状态的三角梅 它还是挺多花的 还具有观赏性 但是让你舍得给它下手横一点 给它修剪掉 很快它就会开第二波出来 所以说大家的三角梅有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一定要下手横一点给它剪掉 我们给它修剪的话 也不需要太过度 只是要把开过花的枝条剪掉一半就可以了 保留一半 过段时间它就会从这一半枝条 这里长一些花芽出来 南亚因为它开过一波花之后 消耗大量的营养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 给它补充一些开花粉 让它二次开花更多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给它使用开花粉的话 就用这种脱脂的骨粉就可以了 因为骨粉它是属于有机肥 它可以给三角梅补充大量的零元素 促进它二次开花快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浇雪的话 可以用零瘦二青甲对水来给它浇灌 这样的话 骨粉跟零瘦二青甲同时用 就能让它二次开花快 二次开花多了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修剪的话 一定要把所有的花给它修剪完 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给大家展示如何把它修剪完了 就是按刚才所说的方法 至于给它做修剪就可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